我的錢包被偷了 沒錯 那個沒想到義大利羅馬比法國巴黎還有西班牙的巴沙龍那還有可怕 接下來就看一下我的錢包是被在哪個地方被偷的 我當時就是站在那個現在右邊這個北北的地方的左邊 站在這上面然後我的腰包被打開之後錢包被偷了就是在這裡 當時我就站在公車上然後我這個腰包在我的正前面 那時候更低一點 如果那個小拖非常的厲害他竟然可以把那個我這個拉鍊打開 打開之後啊就直接抽走我的錢包還有我的那個耳機 然後我當時真的是眼睛慌掉了我也不知道 腦袋一片空白 但我覺得我看到類似我的錢包 之後我就趕快上前 他準備要下手上前抓住他的手 我就說 那是我的錢包 我說那是我的錢包 然後還好那個小拖他就把我的錢包堆在地上 之後我才發現這個被偷也掉在地上 嗯 要怎麼說呢我覺得在羅馬的話就是 如果能不要搭公車就不要搭公車 因為非常容易被偷 然後這裡的公車跟那個新加坡一樣 他是沒有跑馬燈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哪一站 呃 但是就有一點就變成說你要一邊看手機 然後就說 欸我的站到了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 呃 你一邊看手機很容易被偷 呃 所以還好我有馬上就是 看到我的錢包 然後把錢包拿回來 嗯 真的是很想要把那個人手折斷 就是 這次 羅馬的經驗 呃 所以你問我說 羅馬好玩嗎 我會說 嗯 不是非常好的經驗 就在第一天 結束 的時候 我的錢包就被偷了 欸 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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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氣 還好我馬上搶回來 所以 因為裡面有我的全部的銀行卡 還有我駕照啊 家人照片啊 唉 被偷了 然後還有我的柏林捷運卡 反正被偷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還好有馬上拿回來 來看一下那個羅馬的風景 總之 那個這裡的小偷爬手 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們是那個兩個人一起的 所以那時候 呃 我看到他把我手 那個 呃 把我的 皮包偷走的時候 他們厲害 偷走馬上就要下車 我想說完了完了 呃 我要下車了 呃 我不知道到底要追哪一個 就真的像電影一樣 就是 我遇到的是兩個人 所以變成說一個人可以把錢包 呃 遞給他的夥伴 但是你看不到 你就不知道你要追哪一個 我當時想說完了 不見真的要哭了 呃 對 反正 呃 所以我就很不爽 揍他一拳 揍他的手臂一拳 輕輕的 就說Fuck you 對 但是 就有點慌掉了 唉 反正就是 這次的經驗 day one 之前有兩次要來羅馬 然後因為發生一些 事情 所以就取消了 這是第三次 終於來到羅馬了 但是就出現了這個事情 呃 你